哈囉,大家好,我是芷姨 我是米安 現在我們現場來到了動詩笨口港的現場 可以看到我身後非常的熱鬧 據說每年在我們笨口港媽祖生日的一兩個月前呢 就會有大上百批的民眾前來現場做一個聚眾的動作 到底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民眾願意來前往現場呢 那我們就來介紹陳炳章還有陳秀琴這對夫婦的故事囉 那他們的家中長輩因為重病就向媽祖請願 誰想到這個情願非常的靈驗喔 讓他們的長輩得以延寿了三十年 是的,聽說我們陳氏夫婦為了這樣子的感動呢 甚至主動加入我們笨口港的義工打掃團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現場有什麼樣的佳話吧 每年各地的媽祖遙境 已經成為台灣重要的宗教文化盛世 已經有三百多年歷史的嘉義東石笨港口港口工 在海內外各地擁有眾多的分林 跟數十萬的信徒 每年前來參拜的民眾也超過百萬人次 每當港口工舉辦熱鬧的慶典活動 各種鎮頭裸骨身燃放炮竹的時候 已經七十多歲的陳炳章、陳秀琴夫婦 就會跟著大批的志工 一起打掃地上的鞭炮碎屑跟垃圾 當過派出所所長的陳炳章說 三十多年前他的父親罹患大腸癌 幸好經過醫生的開刀治療 加上有港口工神明的保佑 讓父親延寿三十年 所以他們夫妻才來當志工還願 求得三十年的受命給我爸爸 我們就一直感恩聖母 後來到了我父親滿九十歲的時候 那時候六十歲他得重命 那一年我心裡就一直問 我說爸爸今年可能沒辦法 結果一年不差九十歲 無病而終就離開了 所以我們夫妻感念港口工的聖母 我九十五年從警戒退休 就在這邊一直當義工掃地 連續掃到現在十六年 每年三月份我都沒有中斷 雖然在這裡慘了 晚上我們燒得很高興 心情很好 媽祖母屁股我們全家大生平安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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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祖母 陳炳章 陳秀琴夫妻 從2006年開始擔任職工 十多年來不管是平日假日 刮風或下雨 還是持續堅持打掃跟清潔的工作 來回報港口工媽祖的庇佑 所以2021年5月2號禮拜天上午 東石鄉鄉長林佳寅 也特地到港口工 感謝他們夫妻兩人的付出 林佳寅鄉長跟港口工主委張萬傳都說 港口工除了省危險客 是地方民眾的信仰中心之外 港口工有四五百個義工 任勞任怨維持環境清潔跟交通秩序 已經成為東石鄉最美的風景之一 一百萬六年的時候 他們是住人 住不去 各位 這樣算是剛才三十年 港口工在我們東石鄉 是大家一個信仰的中心 不管是在我們家義官還是全國 只要在三月幾十三 進城這裡 鄉客大家都很多 他們是我們來這裡做二天 一天有四五百人 還有掃托客 還有請阿嬤做的 還有法律做的 還有交通做的 二天 對我們覺得幫助很大 陳秉章感性地說 住在嘉義東石幾十年 因為在地方警戒服務 非常了解也喜歡這裡的風土人情 雖然他的父親已經在2017年過世 但是他們夫妻還是持續擔任義工 跟著大家一起為神明做事 淨化跟美化這片土地 也希望有更多人加入義工的行列 讓港口工香火更加旺盛 延續媽祖的慈悲大愛 照顧保佑更多的信徒跟民眾 記者李芷怡 陳綿綿 吳瑞欣 嘉義報導 李芷廉彡請 李芷邦 秀 李芷 李芷